哈喽大家好我是Johnson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三层楼的ZERO LOG Bungalow 来我们一起去看 那看完外面过后我们现在就来看里面啦 So 这一个Bungalow呢 它的里面的build out是4,180 sqft 走我们一起去看 那首先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客厅 客厅也是非常的宽大 它是和这个饭亭是连在一起的啦 所以这里呢可以看到它非常多的玻璃 所以它的采光非常非常的好 那些阳光呢都可以自然的从这个玻璃这里透进来了 另外呢 它在楼下 它也是有多一个房间 所以这个房间呢是非常适合给老人家居住的因为老人家就不需要爬上爬下嘛 那这里呢 这一个Bungalow的好处是每一个房间呢它都有自己的厕所啦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那在饭厅旁边呢其实在这一个位置是还可以做了一个干厨房的 那接下来去到里面呢 那这里呢是可以做四厨房啦 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个后门是可以偷出去 那这里呢 你可以让你的比如说如果你有佣人的话佣人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空间的 是在这里 而佣人呢其实也是会有自己的厕所啦 好 像我们现在就看完楼下底层了 然后做 我们接下来就去看 第1层 走我们现在去上下楼梯 那我们现在在上楼梯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 它的地板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的地板呢全部都是这个实木的地板 就是这个 Solid Timberwood 那上到来楼梯的后 左边第1个房间就是Master Bedroom 那Master Bedroom呢可以讲也是非常的大啦 所以你要放一个King Size Bed绝对不是问题 另外呢 你给我看我的前方的话 那前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宝可尼啦 所以你可以看出去外面 另外呢 他Master Bedroom还有自己的一个 Walk in Boardroom 所以这里可以放非常多的衣服啦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厕所 那接下来到同一层的还有另外还有两间房间啦 那这个我都已经意义解释了 只可以说这两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那看完这三间房间过后呢 我们就要去更加上一层啦 所以其实 从第1楼上到去第2楼呢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因为 它这里会有一层这样子的 非常大片的玻璃 所以它的采光也是非常的好 走我们再去看最高楼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一个 Common Area啦 所以这里是非常的大 这里的话呢 可以通常可以做成一个 Study Area 或者是说做成一个 可能一个Gaming Area 这样子的地方 另外呢 在这一个 这一层 这一楼层里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房间 那这一个Bunglo呢 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在它这个最高楼这里呢 它外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Terrace 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在最顶楼的Terrace 是不是很大呢 那这里除了你可以拿晒衣服以外 这里也可以拿来做 比如说小型的party啊 来这里做beauty BBQ等等 我觉得都OK的啦 OK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三车楼的 Zero Lodge Bunglo 那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更加多的话 欢迎联络我 还有记得 Like还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啦 好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